七星堂游客服务中心 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七星台了 七星堂这里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要来欣赏这里的海湾 这个半月行的海湾比较特别 而且非常的长 今天天气虽然有点阴天啊 但是还是不错的 这个看上去这个海面还是挺亮 挺光亮的 今天周六啊游客海双比较多的 大家看到吧 这个半月行的这样的海湾 幅度很大 这个长度也很长 这七星堂这里也称为月牙湾啊 就像这个月牙 就半月行这样 还有大家看到 对面这很大的一座山 一座一座连在一起的大山 这就是中央山脉 而七星堂的这个海滩呢 就刚刚刚的紧连着这个中央山脉 跟中央山脉 几乎是连在一起 贴在一起的 大家看一下 这也是比较特殊的 我们七星堂这里啊 我们七星堂这里啊 这个海域啊 这个海域啊 是台湾十大啊 十大凶险的 呃 海滩之一 看到这些浪 就让人 产生畏惧 好大好大 好大好大 而且这里的水流是非常的 这个特殊 比较 极 有一定的 风险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这里 不要太靠近这个海 海边 别太往下面走 好大 今天这边 风还是很大 这边的风很大 非常壮观的太平洋 非常壮观的太平洋 非常长的这条海湾 非常长的这条海湾 那么七星堂这里以前是一个小鱼港 是一个小鱼村而已 这里是花莲这边 鱼业发达兴盛的地方 大家有没有看到在这个海的上面有一条黑潮 有一条黑色的这样的一条黑潮 有没有看到在海面上面 这条黑潮是流过台湾的东部 那么这条黑潮带来了非常丰富的鱼类资源 各式各样的鱼 然后这里的水又深又急 那么有很多的鱼的话会游到这个海边来 但是在这里大家看到这个潮这么厉害 本来我是有打算在这里调 但是现在看到这么大的烂 我都不知道怎么掉了 所以把鱼儿抛出去很快就会被冲回来了一顶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烂 好厉害 在这样大的烂的迷迹打之下 什么鱼儿都不可能会停留在某一个位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边这里就有很多的民宿 这边有很多民宿 都是可以180度看到海景 针对着太平洋 那边有一家七星 七星堂物价饭店 这边沿着这海边都是好几家好几家的民宿 那边有万海楼 所以来到七星堂这里的话呢 最好就是找这个海边的民宿来住了 那么一睡醒大清早睡醒就可以看海 心情特别的舒畅特别的爽 我就是会如果有这样的民宿的话呢 价钱如果不够负担觉得不太贵的话呢 我会选择住这样的民宿 对着海的民宿 今天晚上我就是找到了一家可以抗海的民宿 价钱也不贵 今天是星期六 在这边这间民宿才收我1200块钱 非常超值 来到这里的话呢 我感觉我们就是主要是看海 看浪潮听逃生 欣赏这里太平洋的壮观的海浪 还有这么狭长的一条海岸线 这里是一个湖心的海湾 这里的地址是属于抖降型沙滩 是抖降型就是斜下去的 这样斜下去的 抖降型沙滩 是历史这些都是历史 很棒很棒很棒 大家去太鲁阁 从花莲这边去太鲁阁 太鲁阁旅游的这个 在这个还没到太鲁阁之前 一定要来七星堂这边 来这边走走看看 来这边吹海风 然后再往山里头走 太鲁阁那边进去 你就看不到海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花莲这里 往太鲁阁山上走的前一段 抗海的地方 最后一段抗海的地方 就是 骑骑趟这里 好那有关系 趟这整条射程都到这里为止了 谢谢收看 谢谢 拜拜